接下來是體型調整 我們先把角色拉到看得到全身的位置 一樣用旁邊的拉桿調整合適的參數 這邊我會稍微示範一下每個拉桿的功能 由於現在角色穿的衣服比較寬鬆 在身材調整的方面比較不清楚 很多東西都看不太出來 所以建議先到衣裝這裡把外衣脫掉 然後再繼續回來調整 這樣變化看起來就明顯許多 胸型調整的部分建議先把胸拉大變化看起來比較明顯 對像這個樣子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他的那個調整的 然後等覺得胸的位置合適之後再把胸縮回想要的大小 手也是身體比例很重要的部分 包括手長然後手指粗細手的大小 這下面是身體長度和腰的大小 拉遠看整體比例做微調 然後這下面是腳的大小 我先讓他回復一下標準表情好了 好 我們可以進入到衣裝的部分了 衣服有預設的這些全身套裝可以選擇 還有上半身下半身 連衣裙 這旁邊的參數都是可以調整的 然後配件 內衣褲 襪子 鞋子 如果決定好衣裝後可以按保存 輸入檔案名稱 這個角色就叫小優吧 YU 然後把檔案存在一個找得到的資料夾 然後把檔案存在一個找得到的資料夾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想要一些其他的衣裝 可以到BOOTS這個網站下載 這下面有各種3D角色的衣服 最多的是Veroid用和VRChat用的 也有分付費下載跟免費下載 可以看一下這些免費下載的衣服有沒有自己喜歡的 如果感覺這裡沒有適合的衣服 也可以滑到下方看推薦的其他商品 就像各大網路購物平台的方式一樣 如果這個作者其他商品裡感覺有自己想要的衣服 要先確認是Veroid用的 然後就可以按下這個Free Download 就開始下載了 下載完之後我們在資料夾裡找到它 然後解壓縮 它裡面就有這些衣服的所有貼圖 而日文的One Piece是連衣裙的意思 所以我們找到連衣裙的部分 然後在客製化的區域 新增一件長袖的連衣裙 就能看到小優已經穿上預設的裙子了 接著我們點編輯貼圖 在這裡有個新增圖片的圖示 點下去之後找到我們的貼圖包 選到喜歡的衣服按開啟 然後就能看到它在原本的全白貼圖上 又覆蓋了我們的新增貼圖 所以我們選到原本的白色貼圖 右鍵它按刪除 這樣就能穿上自己下載的裙子了 以鞋子做示範 衣裝的貼圖一樣也可以自己畫 好了之後 一樣按另存新檔 然後感覺鞋子有點不搭 所以想要換一雙 這些客製化的鞋子也是從 付費下載下來的 不過我們今天要用免費的 所以就找一雙比較不違和的鞋就好了 另外介紹一下Veroid 1.13版的新功能 就是在衣裝和髮型的左下方 會有屬於Veroid的BOOTH搜尋連結可以點 介紹一下另一種會入衣裝的方式 先在搜尋欄上打上Veroid 然後空格意識 然後點選這個異世界封連衣裙 雖然它寫著要200日元 不過有些自願包會有免費版 可以使用或者試用 這一包就是紅色是支援版 免費版只有紫色 那我們一樣下載免費版 然後一樣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好後會看到一個Veroid的檔 這個檔案是沒辦法直接開的 我們只能回到Veroid去開啟它 按這個打開 然後選擇裡面的Veroid檔 這時候就會開啟穿這套衣服的電源的模型檔 那要怎麼把衣服轉到我們需要的角色身上呢 來到衣裝的部分 然後選到連衣裙的客製化部分 然後會看到上面有未保存模型 我們右鍵它 然後點這個新模型保存 它就會出現在客製化模型欄位裡了 手勢的部分也一樣 弄好後我們按保存 然後回去開小優的檔案 來到衣裝連衣裙的部分 就能看到我們保存那個模型檔了 點它小優就會換上那件裙子了 手勢的部分也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胸口這一塊內衣模型會破圖出來 所以我們找到內衣的部分 然後選到這個無間帶內衣 按貼圖編輯 我們使用橡皮擦的功能將內衣擦掉 然後這個是調筆刷大小的 我們調大一點 然後全部擦掉 可以看到 一樣有破圖 但不是內衣而是身體模型的部分 於是我們點另存心檔 那身體的部分要怎麼樣解決呢 一樣我們先點到體型 然後選到客製化的部分 然後點這個皮膚 點它的貼圖編輯 我們現在要處理的是胸口的部分 所以對應的是這塊地方 然後一樣選到橡皮擦 把胸口破圖的皮膚擦掉 這樣看起來就正常的穿起這件衣服了 然後要記得另存心檔 然後要記得另存心檔 然後如果不小心按錯沒有保存到也不用怕 可以到外面這裡再按右鍵保存 我認為的1.13也多了幾套新衣服 像是這些浴衣套裝等等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搭配看看 我先把小優穿回來 另一個1.13版的新功能 我先用範例A來做示範模型 打開它之後 然後如果要給它加上飾品 可以在boost搜尋 打上 Accessory Veroid Accessory是配件的意思 然後可以看到這裡有一些免費的髮飾可以用 我們選這個常見的髮夹吧 它是免費的 直接按免費下載 下載下來後我們一樣把它解壓縮 然後就會看到這裡面既沒有貼圖PNG檔 也沒有Veroid檔 其實真正的模型就是這個 Veroid Customer Item檔 顧名思義這就是Veroid的客製化物件檔案 但它要匯入哪一處頭髮又要怎麼匯入呢 有些作者會在下面放一個Redmi的文件檔 我們把它點開來看看 它就寫導入方式是髮型中 Haneke的Import 也就是匯入按鈕 這也是1.13版新增的功能 那我們先找到Haneke在哪裡 就是這一邊 然後我們點到客製化 這裡有一個Import按鈕 找到剛剛的Veroid Custom Item檔 按開啟 它就會問你要不要現在穿上炫耀 然後我們就能看到這個髮飾已經在它頭上了 這個功能跟以前只能自己畫頭髮後 匯入貼圖再照作者數據調整的方式比起來真的方便了很多 不過可以看到髮夾有點穿到頭髮裡了 跟編輯頭髮的方式一樣我們按髮型編輯 然後就可以用網點調整髮夾的形狀 像這樣把這個點往外拉一點 然後如果感覺不夠就再往外多拉一點 然後上下調整一下 然後上下調整一下 再看一看 再拉出去一點 然後上下再調整一下 好上下再調整一下 然後上下再調整一下 這樣髮夾就沒有被頭髮遮住了 調整好之後 記得按另存心檔 這就是Veroid Custom Item檔的匯入方式 另外這一區是配飾 目前有眼鏡跟獸耳兩種 喜歡眼鏡或獸耳屬性角色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調整玩玩看 調整完後按上面這一個相機圖案 Veroid有一些預設的動作 還有眼睛視線可以調整 可以看看角色動起來的樣子 也能去免費圖案網站下載背景 調整好後按右下藍藍的相機圖示 就能拍照囉 最後是把做好的角色匯出成VRM檔 我們現在儲存的是Veroid檔 是無法匯進U15做使用的 所以要把它轉成VRM模型檔 就按這裡的匯出按鈕 然後選擇匯出成VRM檔 它就會跳到匯出的畫面 這時點右手邊藍色的匯出按鈕 它會跳出VRM設定的介面 檔名跟作者是必填的欄位 其他就看自己要選填什麼欄位 確定沒問題後 就按匯出 然後它一樣會問你要存在哪裡 就選擇平常常用的資料夾就可以了 按存檔等它跑一下 跑好後這個VRM檔案 就是之後會在U15中使用的模型囉 今天的教學就先到這 下部影片會介紹U15製作過程中使用的插件與素材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再見 再見 再見